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19日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那夜 今天这个节目呢 主要和大家聊一下中国国内这个物价上涨的问题 跟你说如果是经济紧气啊 就是就业比较好的情况下啊 一般的物价上涨了 大家还能承受 对不对 但是关键呢 如果是经济不好 或者说就业很差 收入都在下降 这一个情形下 你物价再像这样报复性的上涨的话 那么很多老百姓呢 可能说就承受不起 会带来比较大的压力 最近国内的很多论坛呢 和自媒体上都在讨论中国的商品涨价的问题 去年的包菜啊 都是一块五一斤 那么到了现在呢 有些地方是两块钱一斤 还有个地方啊 已经涨到了四块钱一斤 也说都是翻倍性的上涨啊 基本上这代表的是一个青菜的价格 还有出行的价格呀 很多地方也是在上涨 一些拉面 一些煎饼果子 像这些基础性的商品呢 都开始大幅度的在涨价啊 所以引发了很多的关注 我们看一下中国的统计局呢 之前其实公布的数据中呢 就已经透露出了这个物价 中国正在快速上涨这样一个信号 7月份的CPI是继续的上行 同比的涨幅了 达到了2.7% 创下了2020年7月以来的一个新高 那么关注了内幕多年的CPI数据啊 大家应该知道CPI代表的是什么啊 它就是很像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的指标 CPI呢 它反映的是居民的消费价格 那么要计算这个价格 涉及到很多类别 主要有八大类 你像食品 烟酒 这是一类 然后是衣着 然后是居住 然后是生活用品 服务 交通通讯 医疗保健 其他商品服务等等呢 基本上就是这些类 所以如果这个指标过高的话 那么一定是以上的八类的价格呀 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 一般来说 超过5% 就说明这个国家呢 有明显的通货膨胀了 达到3% 大家应该呢 就能感受到物价上涨的一个压力 但是啊 7月份可以说 只有2.7% 看起来是不高啊 如果和别人比了 可能是不高 毕竟呢 这已经是两年以来的最高了 就是2.7% 大家可能觉得呀 中国这个通胀和欧美没法比 对不对 欧美觉得基本上都是8.9.10以上 这么高的通胀 觉得中国这个通胀不高 那么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呢 中国的数据肯定是有问题的 其实中国的物价这两年涨的也是比较快 另外一方面呢 由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 比如中国的很多一些消费啊 都出现了下降 大家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都在下降 所以这个物价呢 就没有像那样报复性的上涨 变如此这个压力也是不小的 在2019年的时候呢 CPI啊 一度是超过了3% 逼近4% 当时是受到猪肉价格的影响啊 随随便便 一间猪肉就是40到50块钱 那一年呢 湖南人呢 把小炒肉都借了 后来猪肉的价格是回落 CPI呢 你就回落了 那么近期呢 不可否认的是啊 可以说猪肉 它的价格确实又开始大幅度上涨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啊 食品涨价影响CPI上涨大约是0.53个百分点 其中猪肉价格上涨呢 占了20.2% 影响CPI上涨大约是0.27个百分点 但是这次猪肉价格回涨啊 并没有回归到2019年 四五十块钱一斤 那个时候的巅峰 不过这次除了猪肉之外啊 其他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啊 都在上涨 比如说你像飞机票 宾馆住宿 交通工具租链费和旅游价格呀 都是同比上涨了6.1% 5% 4.3% 和3.5% 涨幅都是挺大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今年呢 中国将CPI的目标是定在了3% 那么2019年9月的时候呢 这个CPI啊 是涨到了2.9% 那一年也是猪肉价格最猛的时候 那么今年却把CPI的目标定在3%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是预进到了猪肉这个继续回归 还是说猪肉价格又要上涨了 在过去十年左右啊 有七年的目标啊 其实都是定在了3%以内 就是CPI的目标 今年的3%是不是只是常态化的操作呢 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啊 关键其实就在两大类 一个就是钱多了 一个就是商品少了 对不对 如果钱多 商品少 那么肯定是要涨价的 CPI肯定是高的 这是两个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啊 当下可以说中国正处于前者 就是这个钱多了 主要是央行在这个宽松放水啊 放的比较猛 价格能涨 背后一定呢 肯定是有资金在支持 没有钱呢 就不会有价格和成交 比如说现在呢 你像煎饼果子已经涨到了7块钱一个 你问老板 为什么呢 老板说猪肉价格上涨了 那么你可能很好奇说 明明这个煎饼果子里面没有放猪肉啊 为什么还要涨价呢 因为老板说 他想吃猪肉了 猪肉涨价 他的煎饼果子就得涨价 基本上只要涨价 他走 他都会找出一个理由 特别是目前呢 中国国内大封锁 很多封锁地区的物价 可以说是成倍成倍的翻了 那比标准的市场价还要高更多 一个商品的涨价啊 是会带来这种连锁反应的 就是蝴蝶效应啊 他也涨价和他相关的商品都会涨 而且还年代相关的服务可能也要涨 市场上的钱呢 多了 钱就变得没有那么值钱 很多人呢 就会抛售货币来囤积商品 那么这就会造成这种恶性的通胀 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最直接的做法了 可能就是加息 但是目前的话 如果你真的加息的话 中国的楼市是经受不住的 对不对 夸他的速度可能会更快 所以说是稳物价还是稳经济 现在这个头疼的问题呢 又出现了 这里不做评价 看后续的政策是怎么走 我们只需要知道 可以说通胀已经开始 而影响的会是每一个普通人 特别是一些底层的人 受到通胀的影响是更大的 因为吃穿住行最基本东西 占他们生活支出的比例是更高 如果这些东西都在涨价的话 那么他们的负担是更重的 当然有钱人呢 感受到通胀的概率是低一些 他们对通胀的敏感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样通胀可以说 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呢 基本上谁都无法独善其身 油贵了 你可以不开车 但是猪肉你总要吃 对不对 青菜你总要吃吧 这都是标配啊 不管有产没产都要一日三餐 这谁都逃不了的 而且最残忍的是什么呢 什么都涨了 但是工资偏偏不涨 而且很多都在减薪 砍福利 而且很多都在裁员失业 所以这就是一个剪刀插了 这样插下来 可以说老百姓的这种痛苦指数 就越来越高 所以不要以为什么都不干 你就能逃过通胀 今年呢 连这个躺平的成本都变高了 物价上涨的时候呢 你可以坐在资产的船里面 等待着水涨船高 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资产 那么你就只能在大海里面 赤手空船呢 靠自娱自乐的精神 给自己加油打气了 最近的很多网友啊 都反映银行经常给他们打电话 特别是银行的业务经理啊 经常给他们发胆信啊 打电话 问他们有没有贷款的需求 对不对 而且一笔30到50万的贷款额度 利率都是非常之低的啊 都是在推销他们的贷款方案 而且你如果打开银行的手机APP啊 你会发现上面的贷款产品呢 做的和麦当劳套餐一样啊 让你是眼花缭了 而且呢 很多产品呢 都没有上架 要是有兴趣了 银行还会详细的给你讲解 甚至呢 还可以为你私人定制一些贷款 根据你的收入流水 工资证明 还有公司规模等呢 为你制定一些定额的贷款机会 利率和年限呢 其实都比较优惠 所以银行呢 现在是钱比较多 想方设法 往外面呢 放贷 因为现在银行呢 有大笔的现金在手上 所以要有业绩啊 就必须把钱放贷出去 基本上等于呢 是求着大家在贷款 所以现在市场是非常魔幻了 去年上半年买房呢 还得等放贷的名额 随便等贷的期限 就是三个月起 但是现在呢 基本上提前还贷都在排队啊 你要提前还贷 银行还不让你还 对不对 现在国内就出现了这种怪性 都在想方设法 让你贷款 因为银行自己活不下去啊 他只有把存进来的钱贷出去 他才能产生利润嘛 所以银行现在是求着大家贷款 怕你还款 这说明市面上的钱呢 是太多了 但是实体经济 或者实际上都没这么多的需求 基本上钱呢 就在金融部门里面空赚 什么多了 可以说都不值钱 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的常识啊 钱多了 那么你借贷的利率就低了 现在银行放贷的呢 虽然它的年限是比较短 但是利息多数啊 只要三点几个点 可以说也是比较低啊 而且是低于房贷的利率 而且到期啊 还可以续 所以市场上的钱开始多了 那就是考验你胆量的时候了 一边是降息期 钱很便宜 又容易借到 而另一边呢 是通货膨胀 带来了购买力的贬值 还有银行存款利息的一降再降 股票基金呢 可以说都是一直在亏 包括理财产品啊 昨天我也说过 很多人投资理财 以为是稳赚不赔的 结果理财都在亏啊 有钱人们买的资产很多 你像古董名画收藏品 黄金房产 左手收藏品 右手是多套房啊 躺平都能赢马 而普通人呢 如果想在通胀中啊 不被洗劫财富 或许还真是只有房子 能给点安全感 但是现在房子的安全感也没了 房子不管是量价都在跌 而且现在如果要买房的话 这里面的坑更多 所以总结下来呢 这里有两点忠告 一个就是经济下行的时候啊 目前不是投资的好时机 所以大家还是要求问 不要盲目的投资 你有钱就算存在银行里面定期啊 都比投资他们的理财产品都要好 因为现在理财产品都不靠谱了 对不对 更别说你现在投资房产了 这个亏得一塌糊涂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通胀袭来了啊 所以很多家庭呢 开始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个时候呢 还是要开源接流 两方面同时进行 一方面呢 能多挣点钱 另一方面呢 介于一点开支 比如说中国的大通胀啊 我觉得现在才是刚刚开始啊 未来如果物资紧缺的话 如果真的到了按照计划 给你供应的时候啊 可以说你这个每个家庭呢 特别底层的一些家庭呢 日间会非常难过啊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再见 在最后啊 借这样一个机会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一位做代购的朋友啊 他是在诺山基这边 基本上主要代购日常的一些用品 比如说衣服 鞋帽 对不对 还有一些化妆品呢 日用品 食品 各方面 基本上 手势 化妆品 都能买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 需要海淘或者代购的话 可以找一下他 他人呢 还是做这一行非常专业 已经做了好几年 而且性格啊 各方面服务都非常到位 非常好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东西 要买的话 可以扫描一下他的二维码 当然如果没有这方面需求的呢 就算是再次打扰大家了 抱歉啊 好 谢谢大家关注 再见